60岁的杨丽萍身穿一件白色的薄纱裙,漫步在丛林间,手中还拎着树朵大花朵,只是看现在杨丽萍的照片,就可以看得出杨丽萍在年轻的时候是个大美人。 杨丽萍的确确在年轻的时候也是个大美人,身穿一件白色的设计款式,十分精致的白色上衣,脖子间还搭配了两根白色的珍珠项链,不仅没有庸俗的珠宝气质,但倒是一种淡淡的十分清新亮丽的气质。 杨丽萍年轻的时候稍微打扮,一下就可以是个精致的美人,而她更多的风格还是比较随性的。 黑色散下的乌黑亮丽的长发,弯弯的柳燕眉,上挑的丹风也是一种极致的魅惑力。 杨丽萍在年轻的时候就可以这么妖魅,现在还能这么漂亮也是可以理解的。 黑色的墨胸连衣裙,刚刚好将属于女人的小性感的白血相间露了出来,杨丽萍不仅是人美性至好,就连人现活,都是十分不错的。 年轻时候的杨丽萍美帝,像是一个不识人间烟火的仙子,但她却又是一种十分接力气的亲和力。 黑色的绣发,不管穿什么,都美得让人一步开视线,杨丽萍年少时多美,黑白照都让人一步开视线,网友,是落入坂间的仙子。 就连冯小刚都曾经夸赞过杨丽萍年轻时候的颜值,民族风情十足的耳垂,手环,衣装打扮,还有被风吹到的发丝,是一种属于杨丽萍给养的民族风情的美。 而现在的杨丽萍虽然已经是60岁了,属于花甲老人了,但是她在舞台上的魅力却是只分不减的,而且还捧扬出了一个同样十分有气质十分漂亮的舞蹈爱好者,小卡奇,杨丽萍的一生真的是十分传奇的。